另外带你看到玉里大桥的披建工程 延伸附近住户进出极度不变 尤其目前大桥的北侧施工临时变道 地方是期盼未来成为道路 解决住户连外通行的问题 不仅民众就连工部门也都伤透脑筋 而先议员林玉芬在上午再度邀请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正如火如荼进行的玉里大桥 披建工程两侧住户进出交通问题 从去年至今仍持续延烧 先议员林玉芬对此 今天上午再度邀请各相关单位线刊 提出解决之道 这个都市计划法第27条 中央可以协助来用地取得 所以我们今天是为了说 是不是中央可以用他们中央单位用地 来取得这4米的道路 那可以比较快速 由公路总局依重大交通建设同步 进行北侧一般道路的披建 供民众通行的可行性 速化改工程处面有难色 这个我们只能整个意见提到处里面 进处里面去做取搜决断 这部分已经超出我们的存现了 那还是说 但是考量说整个时效上 我也是建议说麻烦那个地方这边可以协助我们 在我们这边发挥困难处 然后给我们协助我们做一个途步这样子 针对目前玉璃大桥僻贱工程引刀路墙 设计过高造成排水问题 经五米通道车辆回转困难等等 住户民众以及里长提出了诸多的问题 目前也都尚未取得共识 地方忧心也困扰 他们都一直有想要解决啊 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 有一些土地变更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困难 对那也希望说他们 事后能多协助我们 让这些变更可以完成这样子 这个这个桥的两边的地图 都已经很很很自愿的 想一想退回政府 我们有我们的地图 我们可以奉献也可以 对这次都可以 因为路越快越好 五米道路根本是不够 你跟它回转啊 特别要回转五米根本就不够 我们都可以配合 不是不能配合 它就公布了什么都不够而已 披荐大桥北侧一般道路 供该区回转通行系统的美意 却受限于在都市计划区 农牧用地私人土地而有些难度 县议员林玉芬对此尝试寻求各种解决管道与方法 期盼能与玉璃大桥一起必提供一意 都市计划法第27条 他们其实还有中共法规的限制 那当然我们还是再请他再回去研议跟这个处长报告讨论 中央的部分他们去努力 我地方的部分我们希望我们这里都市计划科这里 我们现在这里能够来各案的 提出各案的这个都市计划区的内的投盘检讨 那我们希望这三年内能够这个都市投盘检讨能够通过 然后用地取得 然后顺利把四米的道路能够开通 然后让我们的居民能够有一个回旋的空间 要不然这四米道路一边只是一个四米的道路 它只进不能出啊 表示我们的居民的这个进出是有问题 引到高墙衍生排水水患之苦 和体内缩影响土地权益 交通洞线 乃至于引用北侧都市计划区 辟建一条道路等等的问题 都亟待解套 除了住户地主 更考验着各工部门 是否能放下本位主义 强化彼此很想联系配合的能力与智慧 有效协助地方解决改善 记者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道